大家好,我是娃娃姐 我是福姐 今天還要拍我很久沒拍的UNICO開箱 謝謝UNICO,這次送了這麼多新系列的UT給我們開箱 我們就可以一邊開箱一邊聊天 有留意我都知道我UNICO的中份 我之前是金牌銷售員上身 很開心,這次終於有客戶的青萊 終於拿正牌去做金牌銷售員 她本身很喜歡買UT,我們之前不是去日本 她去日本也要走UNICO,去買香港也有的UT 我以為香港沒有的,你知道嗎? 不會香港沒有的 為什麼買UT是有的? 為什麼我喜歡買UT呢? 因為價錢很親民,她有很多不同的顏色 男生有時候穿衣服沒有女生那麼多 純色衣服會很單調 如果買UT,假設長褲、短褲,再加一些衣服 就可以特別一點出界夏天 還有一件很棒,就是很多款男女都適合 其實我有時候買的,我也不知道是男裝還是女裝 好像不是很分男女裝 不是很理會的,通常你喜歡就不可以 這次我們手上總共有四款的UT系列 我覺得UT最吸引人的地方 就是可以接觸到不同人的喜好 像電影的情節、動漫、卡通人物 又或者一些藝術設計 我們每人都在每個系列中抽出一件最漂亮的衣服 看看誰配得更漂亮,你們告訴我們吧 事不宜遲,我們立即開箱! 第一個系列其實我們已經穿上身了 The Super Mario Bros.Movie UT系列呢? Super Mario 我想大家都不會陌生的 可以說是我們的童年回憶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他們最近的新電影上映 有大人的圖案,也有小朋友的圖案 這次的設計是以電影元素為主 所以如果有玩Mario有看的話,都一定會喜歡這個系列 題外話,我們剛才也有提到UNICO的童裝 其實我自己是經常買童裝的 因為童裝的馬最大是160 好像我這些比較嬌小玲玲的身形都可以穿到的 笑什麼啊你? 我一定是不會說你的身形像小朋友才買童裝 不是啊,我是像大人的 Tachan,我也很大隻的 那我這個系列就選了這一件 為什麼呢?就是因為它後面是蘑菇的公仔 但是如果你是那些說 Mario我這麼大個人還穿這麼大的公仔 如果你覺得很奇怪的話,這件你一定要買 它這件粉紅色,首先它不是那些 很淺粉紅穿上身,會顯黑的那些 買這件顏色,你會穿到自己白一點 然後配襯這個白色裙子 氣質女士,氣質公主 但是給我五分,你看真點 它這個是文字T 穿在前面,你不覺得很簡單 如果你不想穿純色T,這個就適合你 而且這個字不是印上去的 它全部是刺繡的字 我上面就配襯了這個衣服 然後下面也是UNICO的白色背紙裙 不過我想說,UNICO... 它很煩耶! UNICO最近推出了很多很漂亮的半折裙子 它後面的圖案就是這樣 就算你穿了件衣服,圖案也是這樣 還有,我今天也配襯了一個粉紅色的耳環 因為我看到你穿了很多的顏色 你看看,比一女人更多 那這次我選了這個就是Mario的Boss T 其實男生穿一些比較大的Mario公仔 有點太過分可愛 但是我覺得如果你是喜歡Mario的話 我喜歡那個卡路一定會買來收藏 其實低調一點,如果你下面就這樣穿了一條 直筒色的西褲 我覺得你這個西褲很漂亮 因為我很少留意UNICO的褲子 因為我的腳比較短,我經常都要改 所以我每次買都是買裙子為主 這褲鏈 因為如果就這樣穿了一條黑色的直筒西褲的話 會太過斯文 其實我是很少看到你穿這些公仔衣服 但你覺不覺得如果男生穿這些卡路T 會覺得可以帶小孩嗎? 其實我真的很少穿的 如果你喜歡看動漫的話 其實有一些衣服專門穿上去是玩的那種感覺 有些日本的風格,他們是喜歡新居玩的 你說那個TRAP字 因為現在女生很多都穿很多卡通 尤其是現在超級的CORUME 雖然我不是真的很喜歡CORUME 但我都買了幾樣 我都覺得現在卡通其實都是一個趨勢 開始型 是看你如何配搭 因為現在很多女生男生都去玩那種 你現在是否等著我的高度呢? 要這樣坐 對,因為我還要遷就你的鏡頭 好,那說開不成熟吧 你可不可以說出我們大家拍拖 你在我身上看到一個不成熟的行為 你有,你有,你有 過來看看 真的好像有些很重要的事情 你會以工作為先 這個叫不成熟嗎? 你會想著做事,然後不理我 這個不成熟 你沒有正常工作時間 你不是一天做九個小時的工作 就完結了嗎? 十八個小時就睡覺 然後你大概十八個小時可以 那個是不成熟嗎? 不成熟就是突然很小女兒很任性的 那些叫殺嬌 其實不成熟真的沒什麼 那些叫殺嬌的比較多 你知道我很忙的時候你不會騷擾我 你會很貼心的 哎呀,褲子吃東西 你會做家務 喂,針水 哎呀,褲子 那些很棒 貼心 你很懂得哄我 好像一個藍蟲 什麼藍蟲 什麼藍蟲啊? 看得起以前的皇后才會有藍蟲 真的嗎? 藍蟲是屬於皇后的 對 就生氣的時候馬上哄我 它是沒有什麼面子 我對你才沒有 為什麼會覺得這個行為是成熟呢? 因為我覺得有時候有些不成熟 就是它會跟你鬥男孩 一兩個都不防過大家那種 這個是我對你才這樣做的 我們這個話題說了很久 好,然後下一個系列 都已經穿到我們的身上了 這個系列可以說是我 四個UNICO系列裡面最喜歡的 這個就是Sophia Coppola的一個系列 Sophia Coppola就是一個美國著名的導演 其實這個系列是為了慶祝出道25年而推出的 而今次UT系列就是精算了它五部經典的作品 經典台詞、長形融入了這套UT裡面 而且它還用了一個全新的Oversize展材 以及一個厚實內出的物料 令到它整件事簡約又有型 這個系列我選了這個文字T 就是迷失東京的這套戲 是很出名的 I guess this is goodbye Loss in translation Written and directed by Sophia Coppola 這個藍色再配上這個牛仔裤 其實真的不錯 特地的 我特地配上這個牛仔裤 你不覺得我們兩套都是藍色嗎 我想說UNICO這次 雖然我們這次金牌是在UT 但我想說它下身 每一個都令我很喜歡 它這個牛仔裤的物料 不是我們穿硬斑斑的牛仔裤 它有點綿綿的 皮膚跟它磨完的時候都很舒服 它這個也是很貼腰的 我完全不需要綁什麼皮帶 它已經很瘦身 這套衣服我覺得 就這樣穿出街 也不用搭太多已經完成了 就一個白色的球鞋就完成了 雖然它這個叫做女裝Cutting的衣服 但其實我自己很喜歡這種Cutting的衣服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千禧年代的電影 通常都是去到這個位置 通常我下身都會很喜歡穿這些 要是直筒褲 要是喇叭褲 這個牛仔褲還蠻平衡的 因為那個照片漂亮而買 大家有沒有留意到我們搭配了一套情侶衣 所以我覺得情侶衣服 我們不用穿同一個款式 其實我們這樣搭配同一個顏色 以及同一個系列都已經很漂亮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到你穿情侶衣服 因為我們很少特地出門搭配情侶衣服 為什麼我們這麼少穿情侶衣服呢? 因為你穿的風格跟我是很遠 但我有嘗試穿過你的風格 完全不會試過我們的衣服 經過這次系列 我覺得其實搭配了顏色就可以了 還不錯 然後到下一個系列 這個系列可以說是令我妹妹最興奮的 就是進擊之巨人UT 我們這些人都已經選了一件穿上身的 我想進具應該是很多人的回憶 我想我是她一開始開始的時候 我已經是每個星期都在電腦面前看 我看了第一季 我妹妹是看到完結為止 如果大家有看過我上一條影片 我妹妹開賣那天是捉著我去買了兩件 你上一條vlog 我相信我拍完之後她會老黎過來這件 這個系列總共有8個印花圖案 如果大家是進具的粉絲 一定要入手超級有紀念價值 這個冰獎是在看一個漫畫 女生是不是很喜歡冰獎? 女生喜歡冰獎 我不知道我妹妹都很喜歡冰獎 而且這件也挺好看的 這件當然好看 這個圖案是2014年 登上了那些女性的雜誌封面 造成一個熱畫 這件有很久 你知道這件有多久了嗎? 我記得剛出的時候我跟朋友熱烈討論 這部電影很誇張 他出的時候我還在讀書 有這麼久嗎? 因為我看的時候是怎樣看 課實追 整班同學坐在電腦前看 我想你應該跟大學朋友看 那也是一兩年前而已 好像是一兩年前 我們那時候也很小 我現在也很小 我們現在也很小 看什麼?你們不要再猜 多少歲? 本師姐18歲 因為我這個圖案 看上去就好像多一些花 所以我下面就配了一個 全黑色的喇叭長裙 我想說這個長裙也是我超喜歡的 大家都知道我的腰比較小 嗯 形容得的 是 這個完全不需要綁任何皮帶 而且它不是橡筋褲頭 它一下就已經是這麼小 重點它的裙袋超大 雖然這些可能大家不會留意 腰穿得很小 這樣上面配上Youtee的油膩 超喜歡這個 如果大家像我的身形這麼小 看上去就像上面就短一點 下身直的就長一點 這條裙子我給100分 如果你喜歡冰獎的話可能是200分 你問我我妹妹可能2000分 那我這次選擇這個進擊的巨型的衣服 我選擇這個其實沒什麼特別的 純粹是收藏的 白色T我就會有一個這樣的襯法 我喜歡牛仔衣服 塞一塞 還有黑色皮帶 我裡面會穿一件打底 有層次了 它這件其實也是unico的 薄薄的也挺好配的 我覺得這個很漂亮 它上面已經有三個主角裙 然後它的紅色裡面的紙 還藏在巨人 而且就算它的主角 你也不會覺得它很卡通 因為它是一個漫畫風 如果你是進具的粉絲 一定會很喜歡這個 接下來我們要開箱的這個系列 就已經又穿到我們身上了 這個系列的印花 就代表日本英雄系列的四個作品 分別是新蒙面超人 新歌師奶 新超人 新世紀福音戰士 新劇長版 其實之前上網已經有很多人討論 就是因為它的新蒙面超人 就是你穿的系列 現在在3月18日 在日本上映了 所以一直都有很大的討論 而且它周邊也很快就麻斷了 所以如果你是蒙面超人的粉絲 一定要看下去 雖然我沒有看完那麼多一套 但我選了這個EVA系列的UT 為什麼我會喜歡EVA呢? 是因為我之前不是去環球影城的 我因為我玩過過山車 然後我就覺得EVA真的很有型 那個青色和紫色的配色是超美的 但它這個就不會玩一個很大的粗號機 在那件衣服上 因為它上面有深灰色 然後我下面就配了一個淺灰色的半身裙 雖然它是短裙 但因為短裙我們女生通常都怕 短裙會走光的 不用怕 它是變成一條褲 所以完全不需要怕走光 一顆就搞定 它還有不用爛皮帶 還有一個橡筋的位置 而且我想說UT最得我喜歡的就是它的療 我想說它是超舒服的 就是偷偷告訴大家 有時候我用來裝睡衣 而且它真的是便宜 99吧 它超多99吧 就算它貴少也有8多元 性價比超高 又可以配襯衣服 好 接下來我選這個就是蒙面超人系列 它是紅色、綠色的配襯 我也覺得它這顏色的好看 它這顏色正正就是蒙面超人主角的顏色 其實你問我選這件衣服都是因為它的牌版 我裡面也是喜歡穿黑色的打底衣服 如果女生又喜歡蒙面超人 買了這顏色 它這顏色很顯吧 好 現在就跟大家開箱了這四款的UT系列 我們都在這個系列選了自己喜歡的 可以留言告訴我們你最喜歡的那件是哪件 其實UNICO也經常推出很多不同新的UT 也會跟很多不同藝術合作 以及很多不同的圖案 你們配襯完也可以聽我們告訴我你們怎樣配襯 我們看看我們接下來會不會拍PART2 PART2我應該可以收到他們最新系列的衣服 那下次再見 但我有一個問題想問 你有沒有想看UT想跟哪個藝術合作呢? 嗯...我覺得是... 肥娃吧 我覺得她畫的那些是漂亮的 你想一下... 等一下...我先不要自吹自擂 我講了一個我真心想看UT跟她合作的 是不是肥娃? 不是不是不是 MANDIS QUAL 不是啊不是啊 那個女生嘛 最後你們記得告訴我 到底是我配襯得漂亮一點 還是她配襯得漂亮一點 一定是我的啦 你不會在我主場上得到勝利 大家留言 因為我已經看慣了你襯衣服 我襯衣服很新鮮 我襯衣服很不新鮮嗎? 你覺得我現在不新鮮嗎? 我現在不新鮮嗎? 不要逼我啦 下次再見,拜拜 現在的時間是早上9點48分 就是10點 我們由凌晨4點拍到現在 晚安啦各位 希望大家看得開心啦 那麼舒服的Youtube就再來睡吧,拜拜! 我等一下,這是什麼來的? 你現在抽的東西是 蛤? 什麼來的? 防潮嗎? 我的糖啊 為什麼會倒了一堆糖呢? 你穿過外出之後 你幫我帶著一些... 哦! 我以為是防潮的 OK,先掉下去吧